我們現在主日崇拜開始 首先是歡迎和報告 我們歡迎各位參加報告的事項 第一今天是叫做變茅主日 就是紀念耶穌基督在山上變茅 當時他充滿榮光 他和他三個門徒一起上山的斜 這個是主耶穌受苦和復活的前奏 我們相信是上帝特別向他顯然 和向他的門徒顯然 加強他的信心 讓他知道雖然他面前要對的苦難 但是他是上帝的愛子 他有來世界上的工作 第二項 這個星期三是聖灰日 也是為期四十天的大齋節期的第一天 我們從3月12日開始 到4月16日 這個是復活節的前一天 每一個星期六上午9點半 我們會舉行大齋節期的零收聚會 我們會用英語來進行的 我們一齊分享 靈收日程的閱讀的心得 來專注仰望主耶穌 一起和他同行這個十字架的道路 我們很歡迎各位參加 各個牧師 下個星期就會發出電訊 給我們知道 我們所讀的零收的毒物 我更正一下 我這星期已經傳出來了 大家可以開始慢慢閱讀 OK 我知道我收到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收到 OK 第三項 今天崇拜之後 請用Vicky寄出來的Zoom連線 參加主日學 我會繼續帶領查考 過林多前書 我們進展是慢 但是我相信 我們細心點來讀 這個過林多前書 會有得益多些 第四項英文堂的弟兄 Ed Lang 梁忠義 弟兄 他在2月14日清晨 蒙主恩朝安息主懷 他已經有肺癌 是很多年了 請為他的家人討告 願他們在悲傷之中 得到主的安慰和鼓勵 第五項 請為CK弟兄的健康和心靈代討 過去在這年半來 他的心臟和他有失智症 這個病情惡化 身心適應困難 也請為他太太Mabel 討告 求主賜給他的力量 和內心 並且幫助他在各方面的需要 令他能夠很順利地照顧CK 第六項 希望我們準備在三月第一個主日 即是下一個主日 回到教會聚會 希望大家都能夠踴躍出席 但是我們仍然會有Zoom 在網上崇拜 所以不能夠回來教會的 請繼續我們到時在這個網上可以崇拜 為了確保大家的健康和安全 請注意下列事項 第一 我們出席崇拜的時候 即是我們要回來立一堂的時候 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 我們雖然知道 Leo 你的麥克風是mute了的 第一項 出席崇拜了下個星期 如果我們是回來教會的時候 我們記得要全程佩戴口罩 我們知道政府已經說 有很多地方可以不用戴 但是為了教會裡面很多年長的大兄姊妹 我希望 不止希望 這個是到時一定需要的 全程佩戴口罩 還有入教會的時候需要 先用酒精清潔雙手 B 第二項 請盡量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三呎以上 C 第三項 如果需要喝水 請自備水平 不要入廚房 而且在空曠的地方喝水 第四項 D 用完洗手間一定要洗手 第五項 第五項 如果是崇拜前那一天 就是如果在這個星期六 如果我們覺得有發燒 咳嗽的現狀 請留在家裡休息 最後崇拜之中 我們不會使用 指本的聖經聖詩或者程序表 盡量不要大家用同一樣的東西 這些是我們如果回來 教會崇拜的 就要注意的事 不回來的 我們仍然有網上的Zoom的崇拜 第七項 我們教會目前需要有人幫忙採購日常用品 最好是有Costco的會員卡 而且會開車的 願意幫忙的兄姐 請和葛牧師聯絡 第八項 代討事項 我們有很多東西 需要大家代討 請留心注意 第一項 我們為教會中的獨居的長者 為他們得到照顧祈禱 第二 我們為梅姊妹 她得到主的醫治 從新冠病炎之中 完全康復 為這件事 感謝上帝 第三項 為教會的恢復實體崇拜 就是可以回到教會了 為她這個預備工作 和大兄姊妹熱情出席 清潔 和到時出席 而得到主的保守 健康 為這件事祈禱 為屋倫華佛的治安祈禱 為烏干達 和大兄姊妹的小學師生 健康 和財政的困難 得到幫助 教學得到順利進行 然後我們更加需要為烏克蘭 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 和烏克蘭的人民 和停戰的協商 盡快完成為這個祈禱 好 現在請大家一起打開我們的麥克 我們讀宣照 用啟應的方式 願神联敏我們 賜福予我們 用念光照我們 寶叫世代 知你的救恩 光知你的救恩 神啊 願列邦稱讚你 願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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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稱讚你, 地已經出了土產, 神要恕封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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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哥仲贊由馬惠明, 大兄Sam, 帶領我們歌唱, 我們首先, 要靜音, 要關了麥克, 但是關了麥克之後, 我們更加可以跟著 Sam一起來唱歌, 越來越都行 但是先關了一個麥克風 上帝會聽到我們的讚頌 永遠是否我主 我主我親愛朋友 幸好與我同主 若主是傷在我旁 我必不怕戰場 若主是傷人領導 我必不知迷惘 世界四面包圍 我 求主與我相更 我見迷怨的短脈 聽見有話成有 在我身愛話心內 常有秋的常寵 幸好耶穌來春今 報仇我的心裡 主耶穌你曾經去 凡根吹你的音 在你榮耀地居所 主寶也別有分 主耶穌我曾經去 永遠遠是否 求主我塵愛朋友 是人是何更衝 求主我塵愛朋友 是人是何更衝 你要打開麥克風 我們很感謝Sam再一次 用歌聲 提醒我們 主耶穌 應許我們 我們曾經應許過主耶穌 好 現在請大家一起低頭祈禱 祈禱完我們 大家用主討文結束 我們的主 我們的神 我們滿心感謝 讓我們經過一個禮拜再次能夠 回到在主你的面前 崇拜你 敬拜你 讚美你 聽主你的道 讀主你的話語 求主你親自跟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主讓我們知道你是個靈 你希望我們能夠用靈和你相交 你看重的是我們的心靈 求主你在這一刻 令到我們知道 我們在你的面前 是敬拜你 我們不只是在這裡看 在這裡聽 我們是用我們的心來敬拜你 主要我們想到 我們打開我們的電視 打開收音機 打開我們的電腦的時候 我們看到世界是多麼動盪 我們更看到很多地方都有戰爭 尤其是在烏克蘭的地方 我們看到烏克蘭的人民是多麼奮勇地反抗侵略者 主要我們真是不能夠明白 為什麼只要有一個人 他的心是不是歸向你的 他的心是要發動戰爭的 那就這麼多人會受災害 最後我們看到歷史上 好像戰爭是無事 會停止 雖然在一個地方好像有和平 但是在世界另一個角落 仍然是有增淺 我們看到我們的社會 是有多少不公義的事在進行著 我們看到我們人的軟弱 我們看到我們真是多麼需要你 主要求你 給我們都有機會 能夠認識你 不僅只是表面上 我們說認識你 我們真是從心裏面 知道我們需要你 主要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特別感謝你 給我們下一個星期的主日 可以返回我們離開了有兩年這麼久的教會 在那裡和你見面 主要我們知道你是無處不在 你在哪裡 如果我們是真心尋求你的 我們都會見到你 但求主你保守我們有平安 有崇拜的心 有追求你的心 一起能夠回來 在主你的教會 或者在網上 能夠再一次 和你見面 大家一起 去敬拜你 主我們將 我們以下這個時間 很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 求求求你打開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聽到主你的話語 更加讓我們 雖然是用靜音 但是我們的心裏面都是歌唱 讚美你 讓我們有一個敬拜的心情 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在這裏 大家一起來在這裏 敬拜你 我們一起來讀主套文 我們在天上的福 讓人能夠穿美來 明天做的明天 食保护各個行為 為你們在天上的福 為你們的首項 為你們的首項 讓人能夠穿美麗 市佈來 我們在天上的福 讓人能夠穿美麗 滿天上的福 今次是你的直到永遠下門 今次是經課的時侯 請大家聆聽上帝的話語記載在新約聖經《勞家福音》9章第28至36節 說了者話以後 若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雅各 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時候 他的面貌就改變了 衣服潔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伊利亞兩個人 和耶穌說話 他們在榮光裡顯然 談論耶穌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 將要完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頓 既清醒了就看見耶穌的榮光 並和他站著的那兩個人 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 彼得對耶穌說 夫子 我們像這女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伊利亞 他卻不知道所說的是什麼 說這句話的時候 有一座雲彩來遮蓋他們 他們進入雲彩裡 就懼怕 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 說 這是我的兒子 我所揀選的 你們要聽他 聲音註了 只見耶穌一人在那裡 當那些日子 悶途不提所看見的事 一樣也不告訴人 這是上帝 切給我們的懷疑 感謝上帝 今天的經文提到 耶穌帶著三個門徒上山去禱告 在那裡發生 讓他們心靈很震撼 永遠難忘的事情 在那裡發生了 讓他們心靈震撼 永遠難忘的事情 我們稱這樣的經驗 叫做山頂經驗 我們稱這些經驗 叫做山頂經驗 Mountain experience 這種經驗 其實我們一生中也都會經驗過 其實這些經驗 在我們一生中也曾經經歷過 我中學時代很愛聽 木匠兄妹的歌 在牧師中學時代的時候 很喜歡聽木匠兄妹的歌 Carpenters 那我也介紹給我的兒子聽 傳承下去 之後牧師又介紹給自己的兒子聽 傳承下去的 特別 其中有一首很輕快節奏的歌 我特別喜歡 特別 當中有一首很興奮節奏的歌 牧師是特別喜歡的 那首叫做top of the world 叫做top of the world 我相信我們當中應該有人聽過 我相信我們當中應該有人聽過 我相信當中應該有人聽過 我唱一句好了 牧師唱一句 I am on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有沒有記得這個旋律 就是這樣 有沒有記得這個旋律 Christine也要唱 這個歌詞就是描述一種山頂經驗 這個情人的愛 讓人感覺好像站在世界之頂 好像到了天堂一樣 這個情人的愛好好像站在世界之頂上 簡直就是天堂 萬物萬事都非常美好 真的幸福又開心 充滿希望跟自信 當然充滿自信和希望 確認愛情的時候 工作上有突破的成就 病得醫治 這個得過愛情之後 工作上的成就 病又得醫治 或者是對人生道理的體悟 或者是洗禮 經驗上帝同在的恩典 這些都是山頂經驗的時刻 還有洗禮 體驗了上帝的恩典同在 這些都是山頂經驗 那路加福音這裡所描述這個山頂經驗 就是耶穌在山上禱告的時候 是變化了 改變了形象 那三個門徒看到耶穌的外觀出現變化 而三個門徒看到耶穌的外觀出現變化 他的臉變得不一樣 然後他整個身體他的衣服都潔白放光 好像他自己就是一個光體 然後這個光是從他裡面整個發射出來 然後摩西跟以利亞出現了 然後摩西跟以利亞出現了 所以他們也是沉浸在這個榮光當中 他們也是沉浸在這個榮光之中 那耶穌一同談話 講到他未來要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 要完成的使命 這是一個超乎人想像一個很神秘的經驗 他們三個人都不曾告訴別人這件事情 他們三個人都不會曾經告訴別人這件事情 恐怕這是因為太神秘太離奇了 然後太個人化了 說給別人聽別人也不能夠理解 因為說給別人聽是沒有辦法讓人理解 如果聽了說不定別人只是說 這是真的嗎 或者說給別人聽 你會覺得這是真的嗎 然後甚至會嘲笑 甚至會嘲笑 個人特殊經驗本來就是很難跟別人很清楚描述的 其實特別個人的經驗是很難跟外人描述的 我們常常會問女人生產有多痛 經常有人問女人生小孩的時候有多痛 你說很痛很痛 可是你沒有辦法描述 你只能夠說很痛很痛 你是沒有辦法描述 或者一個抗癌 一個罹患癌症抗癌的人 他經過的這個心路的歷程 或者一個是抗癌的患者他們所經歷的路程 或者是看到神給的意向 或者是看到神所給的意向 或者有人有經過那種 或是避免死亡的經驗 或者是避免死亡的經驗 甚至有人避免死亡 然後去到天堂又回來 這樣的一個經驗 特別那種 避免死亡 他去了天堂 然後又回來 那種特別經驗 這些都是很困難 很清楚來跟別人說的 這種這樣的經歷 都是很困難跟別人分享的 但是這些特殊的時刻 但是這些特別的時刻 他不約而同 都為人帶來生命的改變 他不約而同 都為別人帶來生命的改變 這個三頂經驗 對耶穌來講 這是真的是他再一次 他的上帝的兒子的身份 再一次的被確認 這個三頂的經驗 這個上帝這個兒子的名分 再一次給上帝的去肯定 這也是對他在世上 傳到事工的肯定跟確認 這個也是對耶穌而言 他在世上所傳到事工的肯定 和確認 對彼得、約翰、雅各 這三個門徒來講 就是他們這個山頂經驗 讓他們窺見上帝這個神聖的超越 因為彼得、約翰、雅各 因為這個山頂的經驗 讓到規則了上帝的神聖超越 那是平常真的無法想像的 大概就是像螞蟻看電腦這樣 就好像螞蟻看電腦一樣 就好像螞蟻看電腦一樣 這個是主顯節後的最後一個主日 兄弟姐妹 我們什麼時候就開始主顯節起 大家記得嗎 弟兄姊妹 大家記得什麼時候是主顯主日 就是聖誕節後的第二個主日之後 就已經開始主顯節起 就是從一月就開始了 也就是聖誕節兩個星期後已經開始了 也就是一月份已經進入了 你看這個整個節起 都是在講主顯 主的顯現 所以主顯節起的主題就是發現上帝 看見耶穌 主顯節的主題就是發現上帝看到耶穌 所以這個變貌主日 它是在這個主顯節起的最後一個主日 這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這個主顯節起就是在主日的最後一個主日 很特別的 所以我們再重新再回顧一下整個這個主顯節起 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來回顧一下整個主顯節所發生的事情 首先當然就是有東方博士受到這個星星的指引 然後到伯利行找到主耶穌 然後拜祂 首先在東方博士受到星星的指引去到伯利行去找耶穌去拜祂的 所以主耶穌這時候就是出現在外邦人 就是這群博士出現在外邦人的面前了 所以他就顯現出來了 所以他就顯現出來了 他就顯現出來了 那外邦人就是我們了我們就是外邦人就是這個世界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主耶穌受洗的時候又從天上有聲音說 然後到耶穌受洗的時候就有聲音從天上說 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悅你 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悅你 所以耶穌作為神的兒子的身分呢 第一次得到上帝直接的確認 然後呢 有彼得告白的故事 然後有彼得告白的故事 大家有注意到嗎 今天經文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今天第一個經文是什麼 第一句話是說 第一句話是說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 耶穌帶門徒到山上去 說了這話以後若有八天 耶穌就帶門徒上山去 說了這話什麼話誰說的 說了這話什麼話誰說的 什麼事情呢 是什麼事情 這件事就是在指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節那裡的事情 這裡就是講在路加福音九章十八節那裡所說的事情 耶穌跟他的門徒在一起的時候 耶穌跟他的門徒在一起的時候 耶穌就問門徒 你們告訴我 你們這樣子在外面走來走去 你們有沒有聽別人怎麼說我 他們覺得我是誰 當你們在外面走來走去的時候 有些人有沒有問你們 到底我是誰 然後你們自己又認為我是誰呢 那彼得有回答這個問題 彼得就有回答這個問題 彼得說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就是彌賽亞就是我們的救主 彼得就說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 所以兄弟姐妹 弟兄姐妹 這就是主耶穌他這個身份顯現的時刻 然後是透過彼得的口告白出來的 這個就是主耶穌身份顯現的時刻 並且是經過彼得的口告白出來的 那他的身份跟他要做的事情是息息相關的 他的身份跟他要做的事情是息息相關的 那是當然的對不對 那是不是當然的呢 我做牧師我叫做牧師做的事情 那牧師要做牧師要做的事情 我就需要在這裡講道是嗎 就是要在這裡講道 那主耶穌作為神的兒子作為救主的身份 他就必須走十字架犧牲救贖的道路 他就必須走十字架犧牲的道路 所以呢 那個彼得告白之後 耶穌馬上就語重心長的來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彼得告白之後 然後耶穌就語重心長的跟大家講 如果你們要跟從我 如果你們要跟從我 要成為基督徒 要成為基督徒 也要因為基督徒的身份 也都要因為基督徒的身份 就是小基督 就是小基督 來捨己 來寫幾 揹上十字架 揹上十字架 然後才能與基督同在榮耀裡 然後才能與基督同在榮耀裡 好了 彼得告白完了 最後呢 就到了今天的這個變貌主日 好了 到了彼得告白完 然後到今天 到今天了 就是變貌主日 就是變貌的主日 耶穌全身散發榮光 耶穌全身是散發榮光 上帝對耶穌的肯定與確認 然後耶穌承襲了摩西和以利亞 他們在法律上跟先知的地位 耶穌是承襲了摩西和以利亞他們在律法與先知的地位 我們知道當初很早以前摩西是把上帝的律法從山上帶到山下給他的百姓 所以摩西就有那種代表律法的一個象徵 所以摩西是有代表這個律法的象徵 但是呢 現在耶穌承襲了他在律法上的地位 而耶穌是承襲了這個他律法上的地位 而且耶穌真的是用革命性的用一條戒命就是最高的戒命來總括猶太人的律法 耶穌是革命性的用了一條戒命和最高的戒命來概括了這個猶太人的律法 他們有613條甚至後來也變成好幾千條 但是耶穌說最重要的只有一條 但是耶穌是說最重要的只有一條 應該說所有的律法其實他的精神只有一個 所有的律法精神只有一個 就是要全心全意愛上帝 同時要愛人如己 就是全心全意愛上帝 同時也要愛人如己 所以兄弟姊妹們你們看 所以弟兄姊妹們你們看 就這樣子 路加福音一步一步把我們帶到山頂 看到耶穌榮耀的身份跟他偉大的使命都完全揭露出來 看到耶穌榮耀的身份和偉大的使命是完全揭露出來 上帝通過耶穌基督顯現他自己 到這個時候已經是最明顯應該是最高點了 上帝是通過耶穌基督而顯現他自己 到此為止這個是最明顯 和這個已經到最高點了 這是聖經中最神聖的一個時刻 這是要讓讀者明白 就是要讀者去明白 確信自己我所跟隨的耶穌真的是基督 他是榮耀的主 確信自己所跟隨的耶穌基督 他是榮耀的主 以至於自己的信心能夠得到穩固 並且知道要怎麼樣才是真正的跟隨耶穌基督 並且知道他們怎樣才是真正的跟隨耶穌 首先呢 首先 他說要用第一點第二點這樣比較清楚 我就請第一點 第一點 跟隨耶穌基督呢 就是要時常借由禱告來保持與上帝的關係 耶穌基督呢 就是時常借著討告來和上帝保持關係 也是 耶穌基督已經是非常親密的了 他們就是天父跟他的聖子對不對 耶穌和上帝已經是非常親密的了 就是兒子和上帝 他還是經常這樣做 他依然經常都是這樣做 有機會就要自己獨處來領修禱告 有時間就自己獨處來領修禱告 那一個很出名的南非主教叫做Tutu Desmond Tutu 有一個很著名的南非主教叫做Tutu 他是南非聖工會第一個非裔的大主教 他是南非聖工會的第一位非裔的大主教 他是倡導這個人權神學 他是倡導人權神學 當時候南非有進行這種種族隔離的政策 因為當時南非是有種族隔離的政策 他就鼓勵大家用非暴力的方式來抵抗這種政策 他就鼓勵用非暴力的抵抗來對付這個政策 後來這個種族隔離的主義就後來解散了 所以這個Tutu他有很重大的影響 他的同伴有一個叫Story神父 他有一個同伴叫Story神父 他曾經分享他怎麼看到Tutu主教在領袖 他曾經分享過他怎麼看到Tutu主教去領袖 他每天早上凌晨四點就要起床來禱告 他每天早上凌晨四點起床來禱告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不能當主教 牧師說他現在知道為什麼不能當主教 很害羞 不夠努力 很害羞 不夠努力 並且這個Tutu主教他每個月要有兩天去避盡領袖 甚至Tutu主教每個月有兩天去避盡的討告 關於這一點這個Story神父不太能夠認同 關於這個Story神父不太認同 有一次他忍不住問這個Tutu主教 有一次忍不住就問這個Tutu主教 你看每天男男女女這麼多在死去 你怎麼可以什麼都不管然後去避盡兩天呢 你看這麼多男男女女每天有這麼多人死去 你怎麼可以什麼都不理而去避盡呢 然後Tutu主教就回答 然後Tutu主教就回答 我需要這樣做 我需要這樣做 這樣我才能在其餘的二十八天去做上帝呼召我去做的事情 兄弟姊妹 弟兄姊妹 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花重要的時間 重要的事情是要花重要的時間 我們每天一定要花時間吃飯是嗎 我們每天要花時間吃飯是嗎 那是為了我們肉體的需要 那是為了我們肉體的需要 那為我們屬靈生命的需要 我們天天需要花時間親近上帝 為了我們靈性上我們要花我們的時間 這樣子我們的屬靈生命才能夠活潑 我們才能夠去更新我們對上帝同在的那個靈敏性 那我們才能夠更新我們對上帝同在的靈敏性 有時候我們很久沒有靈敏性 沒有靈敏性我們對上帝的同在呢 我們好像那個感受就好像遲鈍了 我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了 我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了 再次感受不到與神同在了 那第二 第二 跟隨基督當然就是要聽從他的教訓 跟從耶穌基督就是要聽從他的教訓 就是上帝藉著天上的聲音說你們要聽他 上帝就是藉著天上的聲音 就是你們要聽他 聽耶穌基督的教訓 聽耶穌基督的教訓 最簡單的他的教訓用一句話來講就是愛神愛人 很簡單他的教訓就是一句話愛神愛人 所以雖然彼得他很喜歡這個山上的經驗太棒了 他想要在山上搭帳篷就在那裡住下來 但是耶穌基督在第二天就領他們下山了 但是第二天耶穌基督就領他們下山 好像從屬靈的最高點來回到山下 就好像屬靈的高點回到山下 山下就是什麼呢 山下是什麼呢 山下就是指生活的實際 回到實實在在的生活 回到實實在在的生活 那裡有許多受苦的人需要幫助 在那裡有很多受苦的人需要幫助 貧窮的 貧窮的 生病的 病的 被鬼附身的 被鬼附身的 傷心的 傷心的 被欺壓的 被欺壓的 害怕的 害怕的 憂慮的 憂慮的 這是生命 這是生活的實際 這是生活的實際 這好像是佛教在講的 你如果要修道 你是要在寺廟裡呢 還是你要在生活裡修那種生活禪呢 就是好像佛道所講的 你要修煉呢 你是在佛廟裡修煉 還是在生活中來修煉 在生活裡實踐你所學習的呢 還是在你生活中學習你所實驗的 所以 彼得當天沒有機會可以搭帳篷 因為耶穌沒有答應 彼得當天沒有什麼機會搭帳篷 因為耶穌都沒有答應他 但是後來的教會呢 卻不斷地想在這座山上搭帳篷 反而後來的教會呢 不斷地有個想法 就說在山上搭帳篷 歷史上真的有好幾次都在 真的在上面蓋了很大的教堂 歷史上真的有好幾次的機會 在山上真的見了教堂 如果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參觀 如果今天你去耶路撒冷參觀 導遊呢會帶你去看這座便茂山 導遊呢會帶你去看這座便茂山 他們說當地的人說這座山呢就是在巴勒斯坦的這個叫做Mount Tabor 其實這些想要在那裡蓋教堂的努力 其實講到在那裡蓋起這個教堂的努力 都是證明其實人呢 人們沒有真正了解耶穌便茂的真正的意義 其實呢是證明了人對沒有真正去瞭解耶穌便茂的真正意義 就是耶穌便茂的那座山呢其實重點不是在實際的哪一座山 便茂山其實呢不是真正的意義是在哪一座山上 而是在每個人的心裡 任何人 任何人 只要經歷這種山頂經驗 只要經歷這種山頂的經驗 可能你的山頂經驗是在海邊發生的 或者你的山頂經驗是在海邊發生的 但是那是就是說你的心靈受到震撼受到感召 他的生命就會改變 他的生命就會改變 他能夠為他的呼召去執著去努力 他會為他的呼召去執著和去努力 那彼得、約翰、雅各這三個門徒 他們有過這信仰的山頂經驗 他們回到山下跟人群在一起 他們回到山底下跟人群一起 為了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到這個世界 他們甚至犧牲受苦 為了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帶到全世界 而犧牲受苦 甚至死亡 甚至死亡 保羅也是這樣 保內同樣也是這樣 金恩博士也是這樣 金恩博士也是這樣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我希望我們都有信仰的山頂經驗 我希望我們都有信仰的山頂經驗 但是我更希望大家明白 但是我更希望大家明白 耶穌不要我們只有呆在山上 耶穌不是只要我們單單在山上 而是要帶著那個經驗給我們的確信與力量 而是要我們帶著那個經驗給我們的確信與力量 在生活中盡極可能地去愛人幫助人 如果能夠不斷這樣努力 如果可以不斷努力 這樣才能夠算到過那座山 Amen Amen 這個變貌的故事讓我們看到耶穌的榮光 這個變貌的故事我們看到耶穌的榮光 非常的崇高 非常的崇高 非常的聖節 讓我們跟著Yvonne來唱這首詩 敬拜主 讓我們跟著Yvonne來唱這首詩 敬拜主 知道我們所敬拜的主是怎麼樣的一個主 讓我們知道我們所敬拜的主是怎麼樣的一個主 敬拜祝 敬拜祝 为敌祝 荣耀权能 一切赞美 都归于他 敬拜祝 敬拜权能 听着 从他部组 能力流畅 有道万能 来个句 日同各居 主耶稣昇灭 内障显 基督耶稣 万万已维耀 敬拜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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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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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他无忠 能力流出 流到漫眼 来个居 入口个居 主耶稣先年 外彰显 基督耶稣 问王爷永远 敬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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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师上你 今得荣耀 万王自王 尊师上你 今得荣耀 万王自王 感谢一望用有力的歌声带领我们来赞颂 兄弟姐妹 我邀请大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全能 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Amen